欢迎收看本期猪猪未书电影 我是可爱又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女子拍完照后便直接去世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日本 这天女主翠花发现了一个能够带来桃花孕的宝地 于是便和朋友们一块去交游 作为青春期的少男少女 她们玩得十分开心 于是她们便决定拍照发朋友圈 不过正在翠花在拍风景的时候 翠花的好友铁柱却忽然闯了进来 而此时相机也自动锁定了铁柱 原来翠花使用的这款数码相机 是一款能够识别人脸的相机 而大家在知道这件事情后便纷纷将翠花拍照 就在翠花给小伙伴们拍合照的时候 她却意外的发现 除了体重外 其他人的脸都是不能识别的 而且此时人脸识别框还框住了平静的湖面 翠花看到这一幕真的很不对劲 于是她便在拍完照后 直接将相机放回了包中 而就在此时 湖面上却突然涌出一只鞋子 不过这时的众人都已经原路返回 所以都没有发现 到了晚上 洗完树的翠花便和白天的朋友二鸭打起了电话 不过这时二鸭却突然对翠花说 感觉哪里在滴水 但是翠花对此并没有当回事 于是便直接的睡下了 而等到翠花睡着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铁柱给自己打来了电话 电话中铁柱说起 白天和他们一起去交友的二鸭死了 而翠花在听到这一消息后 便想起了白天相机里的诡异 于是翠花便赶紧给另一个 没被识别的朋友狗带打去了电话 而就在两人说话时 手机中却突然传出了狗蛋的惊恐声和清晰的水滴声 翠花听到这声音后感觉不妙 于是便马上拿起了相机 而等翠花打开相机后便大视一惊 原来上午的合照中还有一张人脸在水里面 没有办法 翠花便想直接删掉照片 但是相机却显示无法删除 无奈之下 翠花只好将内存卡取了下来 并丢到了楼下的垃圾桶里 而等到翠花准备返回房间时 却恰巧过来一个大胖妞 大胖妞看了看电梯便说道 我上去的话可能就超重了 于是便选择等下一趟 就这样电梯门就关上了 而电梯中还传来了水滴声 回到家后 翠花直接吓得跌坐在地 而此时无奈的水也在不断的蔓延 这时相机刚好对准了翠花 相机原因 翠花附近的人脸识别方块越来越多 而水也是越来越多 最终越言无断的水声也吞没了翠花的尖叫声 看完电影 就终于想问大家 如果你在拍照时 手机出现了许多识别砰 你会在意吗 看完记得点关注 入味在评论区等你哦